有人问我,很多时候明明下定决心要好好努力,可总是克服不了自己的懒惰,应该怎样告别多性心理。 多性心理,拖延症,现下已经成了另很多年轻人垂胸钝足痛心疾首的流行病。 如果我没有拖延症,也许我已经考上了也拿到了症找到的那份好工作,那我现在的人生就不一样了。 一个懒字害了多少人,但是,人为什么会懒,为什么会宁可蒙受这么巨大的损失,也要懒,那里可能有好些原因,那个你想要为之不懒的理由,可能未必真的是你想要的。 比如,有些人告诉自己,考公务员是好的,我应该去考,但实际上,公务员所代表的生活,未必是他自己内心想要的。 这时,他就无法激发起强烈的动力。 如果这是复习备考的过程中,又遇到不少困难,那么很多人就很容易翻蓝,他们的潜意是会想, 哼,这又不是什么好东西,我干嘛这么辛辛苦苦大费周章。 所以,针对这一点,我们不妨好好问问自己,这真是我想要的吗?这真的值得我费这么大功夫去追寻吗?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,我们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。 打个简单的比方,如果要你去砍一棵树,但你手头上既没有任何砍凿工具,也不懂如何制造出一把来,那这时,你是不是只能坐那里默默发呆了? 对于很多人来说,在解决一些问题的过程中,他们实际上缺乏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章法。 没掌握这些,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,就会感到困难重重,内心产生大量的焦虑,而我们的潜意是会自动判断当前的情况,超出我们的能力发满,那么它就不会再让我们白背力气了。 这时,我们就懒了,因此,针对这种情况,这时我们就得牢记公欲善其事,必先力气气,好好把砍树的本领学会了。 工具备好了,潜意是才能更积极的去应对困难与挑战,我们的内心对自己期望太高,要求太急,一旦受挫又放弃得太快,反复多次后,潜意是就形成了我做不到的预期, 于是就开始拖延逃避,有很多事不可能一拼就抖,一做就会,一坚持就是七成一二十四小时。 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,那么很容易一股作气,灾而栓,散而结,反而给自己贴上不良的标签。 针对这种情况,我们得在一开始就给自己提出合理的预期,并且学会慢慢培养,磨练自己的毅力,让自己能习惯长期坚持。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力,并不是天生就会的,需要后天努力培养,懒很舒服很容易,将自己不赖却需要很多智慧,努力和耐心。 你想要哪一种生活呢? 曹怀宁,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室,咨询时间超千小时,主善领域包括婚恋情感,人际交往,两性心理,人生规划,家庭关系等。 自2011年开通新浪微博以来,本市6万多人,坚持定期回复资讯,无私为近6000名求助者提供咨询,咨询解答超千万字,婚姻与家庭杂志特邀专家,多家媒体签约撰稿稿人,心理咨询师曹怀宁,新浪微博,知乎,心理咨询师曹怀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两位节目